如今的西部格局简直变天了,新月险些将勇士王朝挑落马下的火箭已经联盟连底了,与此同时一直被认为是西部与暖球队的国王队却一军突起,实至今运,国王已经取得了六胜三负的战绩,更是好取一波五元胜。 整个西部赛区你争我多好不热闹,实际上除了火箭开局不顺之外,雷霆和胡人的表现也不理想,熟悉雷霆取得了三连胜,三胜四负的战绩差强人意,但也算步入正轨,而胡人现在有三场胜利握在手中如今仅剩下火箭的交易盟友太阳队,双双电底截止取得一场胜利,令人遗憾的火箭这种状态,似乎还要持续一段时间。 四场主场连败,说明如今的火箭已经完全不在状态了,接下来甚至还有五场合场比赛,而哈登还在商品阶段,保罗的场比赛的表现也不如人意。 火箭接下来还有一次客场的杯靠杯,火箭的运气真的太糟糕了,甚至传出百烂的传言,当然火箭并不具备百烂的条件,教着奢侈睡百烂,除非是老板疯了。 不过从战绩上看,火箭的确如同百烂球队,实际上即使将国王的战绩跨到火箭的身上,这样的战绩也不是很理想。 然而国王最贵的球员才刚刚过了千万的年薪,不得不说国王的表现的确非常惊艳了,七强冬弱的事实早已有过定论,然而没想到新日欺负的云南球队,居然打出这样的表现。 要知道国王并没有什么出色的球星作证,在对阵老鹰的比赛,中五人上双总得分高达146分,也证明了国王的实力。 不过五连胜的对手中有四个是东部球队,这与火箭的全部西部赛区的气候赛级别的强队相比,火箭的对手的确要比国王强还不少,虽然火箭战绩不佳,但是实际上除了输给骑虎的比赛之外, 其他输掉的场次中哈登保罗根本就没有组上队,不是保罗被禁赛就是哈登伤病,加上对手的实力并不弱,火箭输球也是情理之中了,据悉哈登将在11月上寻恢复出战,这也是火箭取胜的关键所在,虽然此前追逐巴特勒,但是森林郎方面,已经三里母神的表示,绝对不会将巴特勒送到火箭, 一火箭目前的状态恐怕输求还将继续 是习战继续